粉底棒有多好用你知道嗎 它不但可以打底 還可以遮瑕 修容 打亮 甚至帶出門補妝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大家有聽過粉底棒嗎 就是古早人以前說的粉妝條 你有聽過粉妝條嗎 我有聽過粉妝條 但我都用氣墊粉餅比較多 我沒有聽過粉妝條耶 沒有聽過粉妝條耶 沒有耶 我平常都用BB霜 有 我有聽過 但我都是用粉底液跟粉餅而已 喔 我有聽過 可是我平常都用粉底液上妝 比較少用到粉底條 這一集啊 我蒐集了史上最齊全的 十支專櫃級粉底棒 它們其實早就已經脫胎換骨了 不像以前這麼的厚重跟油膩感了喔 那現在的粉底棒啊 真的是因為科技 拜科技所四 它已經有一些很大的改良 像它可能加入了很多的 水感成分 所以使用在皮膚上就很滑 另外啊 還有一個科技的轉換質地 就是它本來是屬於一種油膏狀的 一擦在肌膚上之後呢 它就立刻轉換質地 變成一種粉霧的質感 像現在夏天啊 很多油性的皮膚都很擔心肌膚出油 肌膚一出油毛細孔就會變大 一變大之後呢膚色就會很暗沉 所以啊如果粉底棒可以讓你的皮膚油脂分泌變少 而且讓你的妝感很輕薄很持久 那不是很好嗎 第一支啊我推薦這個蘭蔻的粉底棒 因為它在今年一推出啊就立刻造成轟動 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拿來試試看 我其實非常非常的驚艷耶 你們看一下 它其實粉底棒就是大概就是一個棒狀 可以轉出來的 它擦在皮膚上面超滑超水的 你看我試給大家看 它真的很滑 它很好擦 不會有那種很乾很難推的感覺 那其實蘭蔻的粉底棒啊 它是屬於那種持久粉底液的家族成員 它其實這一支啊 它有一個小暱稱叫做吸油棒 那為什麼可以吸油呢 因為它裡面有利用到一種珍珠的吸油粉末 它可以去自動監控你肌膚哪裡出油 所以一出油它就立刻秒吸收 所以如果皮膚容易出油的人一擦上去啊 它就會不容易一直泛油 那其實你擦完之後啊 雖然很滑對不對 其實你就輕拍 它就立刻轉換成質地 變成一種粉霧的效果 就是油性肌最喜歡的那種粉嫩的效果 其實你用輕拍或者是用輕抹 它都非常的滑 所以我覺得這支吸油棒真的蠻厲害的 那聽說它一上市啊 有一個色號是025的色號 現在都目前一直缺貨 因為025的色號很適合台灣女生的膚色 不會太白也不會太黃 就是很符合台灣女生的色調 所以記得如果你要去買 025是大家必搶的顏色 像第二支啊 其實是這個去年推出來的YSL的粉底棒 其實去年推出來的時候我就很喜歡它 那因為它跟蘭蔻啊 其實都屬於同一個美妝集團 所以它們的成分是差不多相當 我自己有一次啊 就是直接半邊臉測試 一邊使用YSL 一邊使用蘭蔻 我發現其實兩個都非常的滑順 可是唯一不同點啊 就是果然蘭蔻吸油棒 它就是吸油棒 因為它蠻快 它就會轉成粉霧的乾質地 就會讓你把所有的油脂 好像都定住 沒有了 那YSL會稍微慢一點 變成粉霧科技 我覺得不是說誰好誰不好 就是看你的膚質適合哪一條 那YSL這一支啊 它裡面也有一個粉末 叫做珍珠鹽粉末 也是幫你去做控油的效果 讓你的肌膚不出油 毛細孔也不會變大 毛細孔不變大 你的底妝就會非常好看了 那因為是粉底棒的設計 所以如果你要在捷運的時候 化妝或補妝都非常的方便 那我自己有覺得一個比較奢華的地方 就是你看它上面有一個 非常大的Y字的一個LOGO 我想喜歡YSL的人 都應該為這個大Y 感到非常的驚豔的 第三支啊 就是這個歌劇魅影的粉底棒 那我想大家對歌劇魅影這個品牌 可能有一點不熟悉 可是它可是德國的專業彩妝師品牌喔 它厲害的地方就是它遮瑕都遮得非常的好 那這一支也是針對油性肌膚設計 因為就是如果是在那種很酷熱的環境下 它其實有非常好的抗汗水跟抗皮質的效果 另外啊它還有一種經典的微米濃縮粉體 它可以遮蓋你皮膚上大大小小的毛細孔欸 那其實這支粉底棒啊 轉出來就是稍微比較濃稠一點 可是它的遮蓋力效果非常的好 然後呢 那大家看啊 其實它這邊有一個TV的字眼 就是說它其實啊化電視妝 它也可以把遮瑕遮得非常的自然 所以如果你有就是油性肌的大困擾 然後呢你又很想要有高度的遮瑕力 那這支歌劇魅影的粉底棒真的還蠻不錯的 粉底棒適合乾燥五光澤的肌膚嗎 我覺得蠻適合的欸 因為其實粉底棒你想想 它其實就是固態的粉底液 這種固態乳霜質地的粉底棒 它其實讓你上完妝的肌膚 反而有點柔軟蓬潤的效果 那因為是固態的粉底棒嘛 所以它做局部遮瑕的效果也非常好 第一支啊我要介紹的啊 就是這一支Bobbi Brown的粉妝條 它其實正確的品名還叫粉妝條 因為呢 它可能是這十支粉底棒當中 年紀最大的老大姐了 因為其實Bobbi Brown大概在27年前就推出了 第一支粉底棒 那時候可能是當時第一支可以修飾膚色的粉妝條 那大概在2014年它有經過改版 成為現在這一支我手上的粉底棒 那我覺得它的質地啊 也是一種乳霜質地 所以其實也蠻好推的 那乳霜質地裡面啊 它其實啊含有一種就是礦物粉體 它可以修飾臉上的毛孔啊 皺紋還有一些局部的斑點 然後我覺得其實修飾的效果也不錯 那為什麼我說它可以適合乾燥肌膚呢 因為它裡面有經過精密計算的粉體 跟一些潤膚成分 而且也加了乳油木的成分 所以乾燥肌膚在擦完之後 可以有很好的保濕效果 第二支啊是這一支 Town4的星光粉底棒 其實我看到這個我也非常的訝異 因為它的容量居然是別人的兩倍 而且Town4這一支粉底棒 也成為它產品熱搜的前幾名 那這一支粉底棒啊 其實它就是標榜 它把一整瓶的粉底液 濃縮成固態的凝霜質地 所以就是你只要帶這個出門 你就可以好像是帶了一整瓶粉底液一樣 你可以隨時隨地的補妝 它擦在肌膚上的質地啊 也算是蠻滑順的 然後呢它是希望能夠營造一種粉霧的光澤效果 我們都知道嘛 用粉底棒大概就是用手 或者是用海綿去把它推開來 那這一支粉底棒啊 標榜如果你用筆刷去刷的話 其實是有點像在肌膚上面拋光 你是可以打出像那些紅毯的明星 那種皮膚的光澤感來 所以這對於一些皮膚比較乾燥 沒有光澤的人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另外一支乾燥皮類肌的救星 就是這一支 Make Up For Ever的粉底棒 那因為這個也是一個 專業彩妝師的品牌 它的質地啊其實也蠻水的 就是也很滑順 它真的是擦在皮膚上面 有一種水水亮亮的感覺 那因為是專業彩妝師的品牌嘛 所以它的遮瑕度也非常的好 那因為裡面還含有水潤成分 所以畫完的肌膚也可以比較保濕又服貼 為什麼粉底棒可以修容又可以打亮呢 其實粉底棒它除了可以用作大面積的打底之外 因為它是屬於棒狀的設計 所以它也很好做局部的修飾 像是你可以選擇比皮膚還要深一點的顏色 做這邊的修容 或者是淺一點的做T字部位的打亮 因為粉底棒他們其實有的品牌 一次推出了十幾款顏色 那你都可以依據你的化妝需求 來選擇不同的顏色 像我要介紹啊 就是這支By Terry的粉底棒 我打開來給你們看 你看它是雙色的設計耶 雙色的設計 像這一支啊就比較深的地方 就很適合做兩頰這邊的修容 可以讓連變的比較小 那這一支啊它其實是有淺色 就適合做T字部位的打亮 立體的效果 那其實它的設計啊 就是一邊做修飾 一邊就是你粉底的顏色 那你粉底的顏色 其實是一種粉霧的質感 那另外打亮的部分 是一點帶有珍珠光的效果 你可以單獨使用或者是混用 那它其實它的質地也非常非常的滑順 在這十支當中啊 我其實自己也蠻喜歡這一支的 就是也還蠻滑順的 而且它的遮瑕度的效果也很好 重點是它的花香味我真的很喜歡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貼心設計 就是你看它後面其實有一個 彈力的海綿設計 如果你化完妝之後啊 像有一些鼻翼啊 眼角這些比較細微的地方 你可以用海綿棒去慢慢的推 讓它變得比較均勻 所以我覺得我很喜歡它這個貼身的設計 接下來啊 就是這個NARS的粉底棒 它其實也是標榜有遮瑕底妝 跟修容三合一的效果 那它也添加了一些保濕成分 所以其實使用起來也蠻滑順 那因為它也是屬於專業彩妝師品牌嘛 所以它的遮瑕效果也很好 另外啊 它也有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就是它的尾端打開來 你看也是有海綿頭的 所以它的海綿頭啊 也是可以 如果你想要有很好的粉底整體的妝感 你就用這個海綿頭慢慢慢慢的把它推勻 那如果你想有遮瑕的效果 因為它有一點點膏狀嘛 你就是用局部 然後用輕壓的方式 就可以做很好的遮瑕感 那海綿頭啊 它還有一個更貼心的設計 就是它其實可以轉開來 就是說如果你用髒了 你可以把它轉開來拿去洗一洗 晾乾之後再繼續放回去使用 大部分的粉底棒 都是歐美品牌 我這裡也蒐集到了兩支日系的品牌 它們都有著不同的配方跟使用感受 那第一支啊 我要介紹的這個貴婦牌子 叫做肌膚之藥的粉底棒 它其實啊 真的使用感受跟前面幾支都不太一樣 因為它真的非常的滑順與水嫩 而且幾乎是越差越會爆水 我就是一直塗一直塗 我自己都感覺到裡面有水水的粉底液 一直不斷地在湧出 然後呢 原來它是把一些色料跟辣跟油脂 全部濃縮包裝在一個水膠囊裡面 所以我們擦在上面啊 水膠囊就會破裂 所以它就會展現一些水感的效果 接下來這一支啊 它是這個Seal Vogue 其實在最近也是蠻夯的 它是一個蠻新的日系的品牌 那這一支啊 其實它擦在皮膚上面 質地比較濃稠 所以呢 我是覺得比較適合用美妝蛋來上妝 因為它質地比較濃稠 所以遮瑕力效果也很好 也很適合帶出去做局部的補妝用 它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還加了薰衣草 茶樹跟藝人的成分 所以可以在上妝的時候 同時保養肌膚 那這一支粉底棒啊 其實它呈現一種奶油肌的妝感 想要嘗試的人也可以試試看 以上就是我蒐集到十支的粉底棒 如果還有哪幾支我遺漏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我們下週五再見 掰掰 下週五再見 Size